联会知识站 美国加息有什么要息 美国联储局公开市场委员会 自3月起 接连宣布上条联邦基金的利率目标范围 金融市场预计 联储局今年内将会多次加息 以应对美国的通胀 那到底美国加息对香港有什么影响 就让我们和大家续一策解 究竟美国加息 是否会令香港资金外流 香港实施联系汇率制度近40年 经历过多次经济和利息周期 一直行之有效 而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 资金在金融市场进出 其实很平常 一般来说 当美国进入加息周期 美元和港元拆息之间 可能会出现差距 这个时候就可能会有足够诱因 驱使市场人士进行套息交易 市场人士会卖出港元 买入美元赚取更高利息 令港汇转弱 不过在联汇制度下 当港元汇率触及7.85 药方兑换保证水平的时候 假如有银行向金管局提出交易要求 金管局就会向银行 以7.85港元兑1美元 买入港元卖出美元 银行将手上的港元 卖给金管局后 银行体系总结余就会因此收缩 而当银行体系流动性收紧 就会增加港元拆息向上的压力 令美元和港元拆息的差距收窄 减低资金流出港元的誘因和规模 香港的金融体系底子红厚 有庞大的外汇储备 银行的资本水平远高于国际标准 可以为香港金融市场提供强大的缓冲和抗争力 抵予外在因素引起的市场震荡 所以即使美国进入加息周期 都不会影响香港的金融和货币稳定 那美国加息会不会令港元大跌? 在联会制度下 港元按市场供求 在7.75至7.85之间上落 都是设计之内的事 这个区间的浮动波幅只有1.3% 不算得上是大幅的上升或下跌 按照刚才提到的联会制度运作 港元不会约过7.85到1美元 其实过去港会都曾经在2018和2019年 触发药方兑换保证 当时金管局亦按联会制度 出手买入港元和卖出美元 那香港何时会加息呢? 参考对上一次美国2015至2018年 加息周期的经验 当时港元拆息也未有即时 全面跟随美元拆息上调 现时香港银行体系的流动性充裕 我们预期港息滞后美息的情况 也会在今次的加息周期内发生 而滞后多少 就取决于本地市场对港元资金供求的情况 至于银行存款和按揭息率 银行也会因应本身的资金成本结构 和其他有关的考虑 决定调整的时机和幅度 大家在作出置业、按揭或其他相关决定时 也要考虑加息因素 想知道更多详情 请浏览金管局网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Richard